對面大樓 二樓房間突然竄出火光 碰一聲 劇烈聲響 玻璃四散噴飛 甚至連門片都炸飛到對面棋樓 民宅氣爆 引發火警 屋內白飾東倒西歪 彈簧床墊燒得焦黑 当時住在屋內是一對夫妻 和四個年幼的女兒 孩子們爆受驚嚇 幸好一家四口逃過死結 夫妻兩說 當時孩子們分別在房間及客廳 大人則在浴室裡洗澡 懷疑是電線走火引發氣爆 翻了兩三次 為什麼我都一直沒看到那個驗地 他們是同學 他們當下有在聊天 潘先生說 火吊科人員竟然是房東的同學 兩人還是舊室 不滿因此將氣爆原因歸咎於他 質疑調查不公 慘的是潘先生失業四五個月 根本無力負擔賠償 只能暫時用帆布頂替窗戶 一家人被迫 在農曆年除夕當天搬離 修要多少錢 二十幾萬 二十幾萬 每天來吹 每天來罵 叫我趕快整理 他的同學也並未在我們的 建定人員名單之內 消防局解釋疑似煙底釀貨 加上床底發現打火機及瓦斯罐 導致氣爆 至於火吊科人員為了避嫌 改由其他同仁負責筆錄 按照規定調查 並未偏袒 解中部綜合報導 引擾 伏